我都是用感恩去形容我的下流社會 我很想有一種 世界已經是一個廢墟 還有一群人還在工作 還在OT 可能大家真的有很多情緒 喜歡聽這些歌詞 書法都不定 每個人都想追求力爭上游 我身邊暫時未遇到有人跟我說 我不需要錢了 大家都希望 有努力上游的行動 但有些人確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很無力的時候 他可能就選擇 最終真的想不到意義在哪裏 所以下流社會所說的就是 我寧願自己低慾望低消費 過一天都一天 一種消極到積極的一種 努力生存的態度 總共我不是這樣的人 但我都會希望用這首歌 想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應該去尊重不同的價值觀 和不同的生活模式 我覺得從來都解釋不到愛 有些人說愛是無私 但我又會覺得人自私是本性 那是否其實是沒有愛 是否有沒有愛存在 我自己看書 都看很多關於愛的話題 我欣賞的作家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時常常會自己幻想 有些大難臨頭的情況 你是不是真的願意放棄自己生命 去換取你所謂你愛的人的生命 或者有時看著貓都在想 如果有一輛車 就是向著你衝過來 我自己現在想到我是可以 我可以飛逃過去 現實如果實際 我可以不可以 自己都會有一次 懷疑自己是否能夠 對你所謂愛的人 無私奉獻的偉大 有些人的童年治癒一生 有些人真的用一生去治癒他的童年 那我就是用童年治癒一生的人 我自己覺得 都挺惹孩子養活的方法 因為爸爸給人感覺一向都是嚴肅的 以前我身邊的同學仔 沒有一個人夠膽 指著爸爸是傻子 我夠膽 我援繞著我爸爸的大方 我援繞著我和我爸爸 就好像平起平左 我們就好像朋友 你不敢對他做的事我夠膽 因為我們就是朋友 爸爸的眼中 我無論是一個有沒有出色的人 他都會愛我 我不會覺得他要在我身上去 摸些什麼 可能可以歸根到愛 可能我爸爸懂得愛 他是我很重要的 就是另一個家 對我來說 這個地方依然是很不可思議的 就是從小時候 在廣州都會看香港的配音卡通片 香港的電視劇 香港的音樂 廣東歌 香港有黃角 有尖沙咀 有銅鑼 有銅鑼 這些很小時候 你沒去過香港 你都叫得出的地方 所以對我來說 是在一個自己嚮往的地方 實現到自己的夢想 如果我是一個選擇去到善良的 溫柔去對待我身邊的人的人 跟我相處的同事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他自然都會覺得 今天跟陳雷做事都很舒服 沒有什麼麻煩製造到 那我就在影響別人 他就會不介意傳出去 一個傳一個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或者是下流社會 令到大家 有些抒發 有個出口 覺得爽 那就已經是 添給我的一個小任務 希望我把我這個 比較簡單的 我自己覺得我 我挺喜歡的這個價值觀 可以傳傳一下 會不會傳到更高等的人 身上他們有所啟發呢 很想鼓勵大家 你不要以為你一個笑容 影響不到 影響到的其實可能